那接下来我们来看15.9 15.9子曰 智世人人 无求生以害人 有杀身以成人 这里面讲到了 生和人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关系 这个也是儒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 你像我们以前 有句话 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 叫孔曰成人 孟曰取义 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孔曰成人 孟曰取义 有听过这个吗 我记得我好像是小时候有个电视剧 叫什么四大才子 就是什么柱之山 文征明 就他们那帮人 唐伯虎那帮人 然后其中有一个人 我隐隐约约的有个印象 就是他的口头禅 就是这个 叫孔曰成人 孟曰取义 怎么怎么知道 很多人呢 听到这个孔曰成人 孟曰取义呢 往往会觉得 好像是孔子在强调人 孟子在强调义 对吧 这个儒家在强调人义道德 这个理解对不对呢 其实是理解了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其实孔曰成人 孟曰取义 这个句子 用在什么样的场合下 是真正的符合原文意思的呢 实际上是用在一个人 即将为了正义 为了理想 而献出自己生命的时候 这个事情是最合适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孔子讲的成人叫什么 不是说我没事修炼 让自己变成一个仁义的人 不是的 他在里面其实就出自 这个15.9 叫杀身成人 杀身成人 而这个取义呢 大家读孟子也知道 有一句话非常的出名 叫舍生取义 所以这里面讲到的孔曰成人 孟曰取义 其实指的是 孔孟都强调 要为了自己心中的信念 道义 这个去坚守他 对吧 用生命去守护他 如果说 有时候这个生命 跟这件事情相违背呢 那可能我们宁肯 献出我们的生命 孔子和孟子 都有这样的观点 孟子的观点 就是舍生取义那段话 当然我一会儿 会给大家去具体的讲 去拓展一下 那今天我们首先来看的是 孔子的这段话 这段话就出自15篇 魏灵宫这一篇的第9章 也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句 知识人人 这个就不用解释了 他后面讲说 无求生以害人 说从来真正的知识人人 从来没有为了活下来 而损害心中的人的这样的人 就是一个真正的人人 不管在什么时候 不管你对他是威逼还是利诱 他都不会去做那些 违害人的事情 违背人的事情 甚至有的时候 如果说仁义当前 如果你要他献出生命 来维护这个真正心中的人 那么一个知识人人 是会杀身一成人的 这个是孔子 对他的弟子们的一个教育 也是对我们中国人的 传统的这个精神当中 就是起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的一句话 我们去看中国的历史 你就会发现 有很多很多的历史上的人物 你说他们是为了什么实际的好处 为了什么这个真正的结果 实实在在的结果 而去献出自己生命的 很多时候其实并不是 对吧 比如说我们在战争时期 包括我们在革命战争时期 康尔战争时期 这些为国捐躯的烈士们 治士们 他们死了 能有实实在在的好处 被他们知道吗 看到手上吗 是不可能的 有的人甚至死了之后 对吧 他的家人都不知道他死了 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但是他依然会献出生命 到底是为了什么 实际上就是为了心中的正义 为了心中的理想 身心中的这个人 就是这一件事情 而这个东西呢 就是儒家传统的教育 儒家的传统就是这样的 我们近说这个战争时期 革命时期 远呢 你去看一看历史上的 几乎每一个王朝更迭的时候 都有人杀身成人 比如说文天祥 对不对 这文天祥当年被俘了之后 这个在实际上 他是南宋灭亡了之后 好几年文天祥在此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这个当时忽必烈 带着人说 这一个文天祥 顶得过整个的这个南宋的王朝 所以他说能不能让文天祥 做元朝人的官 最后你自己的国家都没有了 你说你还费个什么劲 对吧 你还坚持什么 那文天祥就说 那我其实坚持的就是心中的人 求人得人嘛 最后 他就这个强烈要求 伏必烈把自己杀掉 那你放到今天 你可能觉得这个事很难理解 实际上这就是这些年 那么多年 读书人长期受到恐慌教育 留下的一个精神传统 包括在今年的 这个春节期间 有一个电影也比较火 叫满江湖 我相信大家也都看了 很多人也都知道 满江湖里边也讲到一个细节 对不对 就是这个 沈滕衍那个张大 看着像个冰油子 像个冰皮 但其实不管 废掉多少的人力物力 甚至自己的生命 甚至自己最心爱的人 最后一定要 把岳飞这首满江湖留下来 你说留下来又能怎么样呢 也有可能失败 但是实际上真正 推着他往前走的 就是心中的人 这个东西 所以这些呢 其实都来源于 儒家的这个传统 追根溯源 就会追倒孔子的这句话 既治是人人 无求生以害人 又杀身以成人 那这是孔子的观点 后来呢 孟子也继承了孔子的这个观点 在很多地方都会有所表现 一个是孟子讲过 什么是真正的大丈夫 富贵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贫贱不能移 这是一个 所以这个威武不能屈 其实就表示 哪怕你在他面前 对他动刀子 对吧 动枪 然后要他的命 你不能使他屈服 这个也是 杀身成人的一个延续 还有一个最经典的 就是孟子所说的 生跟义之间的关系 对不对 说生我所欲业 意义我所欲业 那这两个不能够 不能够这个 同时兼得的时候 你选什么 就是这么个问题 对吧 你要是活着 那你就 必须得背叛你的信仰 你要是坚持你的信仰 那我就把你干掉 你选择哪一个 这时候你是有选择权的 有选择权说你选什么 孟子就讲的很有意思 孟子就打了个比方 他就说鱼和熊掌 对吧 他说鱼跟熊掌 不可兼得的时候 我会舍鱼而取熊掌 为什么呢 因为孟子是个士 对一个士来讲 熊掌这种东西 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吃到的 熊掌这个鱼是士的标配 熊掌对于士来讲 这是相当于是天子 甚至是天子或者君王 给他的一个赏赐 像这样的东西 他是极端的奢侈的 一般见不着的 吃不着的 所以他说你让我挑一个 那我肯定挑那个 平时见不着的 我肯定挑那个罕见的 那反过来讲 同样的道理 孟子说如果你让我挑活着 还是让我挑选择心中的道义 一般人都会选择活着 所以这件事就没什么了不起 他就没什么价值 真正的价值是去选择为了心中的道义而献出生命 所以我会舍鱼而取熊掌 我也会舍生而取义 这是孟子的这个观点 那通过孟子这个观点 实际上我们反过来能够看出来 就是为什么孟子孟子他们认为 可以杀身成人 可以舍生取义呢 这个其实就来源于他们认为什么 是人生的更高的价值 人生更高的价值是源于 对天道的成全 对天道的追求 对不对 我们所说这个天道听了就很虚了 但事实上就是 心中的人心中的义 与生俱来人就知道自己该做的事情 是这样的东西 他们觉得这样的生命才是有价值的生命 如果你只是苟活 苟延残喘 或者是为了活条命 然后违背了道义 违背了很多的事情 那么这个生命是没有价值的 因为人的生命终究是有限的 对吧 我们以前这个司马迁也讲过这个话 后来毛主席也用过 也这个引用过这个话 人故有一死 或众于泰山 或轻于鸿茫 你到底是为什么而献出生命 对吧 有没有价值 死不死这个事情不值得讨论 大家都得死 有的是长 有的是短 有的是早 有的是晚 只不过是 你的这个死 死的有没有价值 所以在中国的传统的儒家思想看来 为人为义而死 是极其有价值的事情 这是重于泰山的价值 所以这是15.9 孔子讲的这句话